你相信吗?夫妻公啊,能帮你远离渣男 最近我收到了很多女园主的私信 他们都希望我呢,帮他们看看证园 那说到这条视频呢,说明你也有这样的烦恼 评论区,留下德育良缘 月老一定会为你啊,安排一段好姻缘 但是如果你们遇到了下面这两种男人呢 一定要小心谨慎,好好考察他们的品行 因为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对你们的感情呢,产生影响 这第一种呢,夫妻公是空公的男人 他们的爱呢,来得快,去得也快 夫妻公是空公的男人呢,意志力相对比较弱 他们很容易接受别人的感情 对他们来说,感情可能会来得快,去得也快 因为他们呢,容易动心,也容易变心 新的感情很容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让他们对现有的关系啊,失去兴趣 这交往没多久,他们的心思可能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种男人需要你们小心对待 确保你们的感情能够持久和稳定 第二种啊,是夫妻公有天象性的男人 夫妻公有天象性的男人 通常命公一般就是欺杀 他们需要以自我为中心 而且啊,你要跟着他的情绪起伏和变化 所以如果你爱上这样的人,你一定要有非常强大的心理素质 你稍微不按他们的心意行事啊,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愤怒和发脾气 所以跟这样的人建立关系啊,需要你们不但要爱他们 还要学会啊,如何处理他们的情绪波动 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了解他们夫妻公当中的心象特点非常重要 无论哪种情况,小心谨慎选择你的伴侣 确保你们能够建立稳定健康的感情关系 记住啊,理解和包容对方的特点是维系关系的关键 你想知道,现在的她是你的证员吗? 生辰八字是最好的检查报告 思讯我,老师可以啊,帮你看一看 感谢观看